高山湖泊 高山湖泊 高山的顶端 远远望去 它就像高悬在人们头顶的一池壁水 因此被形象的称为天池 中国一共有大大小小几十个这样的高山湖泊 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长白山天池 而就在这个湖泊当中 曾经有人先后几次发现过来历不明的生物 因此这个湖泊也变得越来越有名气 今天我们就将和专家一起前往长白山天池展开科学考察 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安图县和辅松县境内 最高峰海拔2681米 是东北的第一高峰 自古有东北乌迹之称 长白山起风林立 就在这高山之间坐落着一个神秘的湖泊 长白山天池 它就像一块瑰丽的碧玉 镶嵌在雄伟壮丽的群峰之中 数十年来 天池以它以礼的风光 吸引着无数游人来到这里参观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们纷纷传言 有人在长白山天池中 曾经经眼目睹了一种奇异的不明生物 据说这种生物体大如牛 头大如盆 没人能说清这种生物究竟是什么 于是这种不明生物被当地人称为天池怪兽 白天就能看到 但是晚上出来之后 我们也不在这也看不见了 白天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一九桌它就出来换气了 在鼎上那么多年 他们别人都说天池怪兽 我还有点不信心 这一次我自己亲眼见到了 以后说一道水标 我都不敢吓太深水了 虽然有不少人声称 自己见到过所谓的天池怪兽 但是这种生物 却往往是来无影 去无踪 数十年来 数十年来 一直没人能够进去里捕捉到这种神秘的生物 就在人们对这种神秘生物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位叫郑长春的人声称 自己在偶然间拍到了这种怪兽的影像 据郑长春回忆 那年秋天 他陪同家人来到长白山天池旅游 他告诉我们 长白山顶的气候常年阴晴不定 云雾缭绕 在天池能碰上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并不容易 而这次郑长春一家却是非常幸运 没过十分钟 这个天池大窝窝 许许三就散去 三要大伙高兴的也了不起 跟他又不用超的 见好天气来之不易 郑长春急忙拿出摄像机拍摄 可是当他把镜头对准水面时 突然发现一个黑影出现在了画面中 这个突然出现的黑影是什么 当他再次将镜头聚焦到黑影上的时 郑长春顿时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竟然是一个他从没有见过的生物 这个生物脑袋是黑的 但是两旁还带点白的 我能不能欣赏 这是骗子怪兽 郑长春告诉我们 这种奇怪的不明生物游动速度非常快 而当时老郑站在距离湖心几千米的山坡上 当他准备进一步靠近水面继续拍摄时 这种不明生物已经潜入土底 消失得无影无踪 至今只留下了这些模糊的影像 那么郑长春在水中拍到的神秘生物究竟是什么 它是否就是传闻已久的天池怪兽呢 不久前 白山市国土资源局的高级工程师关喜坤 带领课考队前往长白山天池 展开科学考察 当课考队来到天池的时候 正巧这里阳光明媚 站在美丽的天池湖畔 大家立刻被这秀丽的景色吸引了 湛蓝的湖水 巍峨的群峰 蜜丽的森林 都显示着天池的高雅与端壮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高度上啊 就能看到这个天池 湛蓝湛蓝的水 而且这个 你每来一次都每 都有一次新的体会 为了深入调查 长白山天池的水文环境 科考队决定 利用橡皮井深入湖泊中心 去探寻水中生物的奥秘 然而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长白山天池的深处 水面异常平静 除了船只激起的涟漪 湖泊中没有发现任何 不明动物存在的直接证据 直到太阳西沉 暮色降临 科考队仍然没有发现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 温蓝瑰璃璃的湖中 隐藏着更不味道的玄机 神秘莫测的水面 浮现出轻易深远的谜题 数十位专家现场调查 探寻江河湖海 显回等知的传奇 西列节目 水下秘影 迪迪中国即将播出 湛蓝平静的湖水 惊现奇异的不明黑夜 深入细致的考察 也还怪兽的真正面目 水下秘影 天池水怪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第二天天刚亮 关喜昆带领考察队 来到天池继续考察 这时有人发现 在湖边的山顶上 一个人正在使用专业摄像机 对着湖面拍摄着什么 在清晨时分 这个突然出现的拍摄者 激起了考察队的好奇 原来 这位清晨上山独自拍摄的人 叫卓永生 是当地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卓永生告诉我们 就在五年前 在拍摄天池风光时 他曾经在不经意间 捕捉到了一段奇异的影像 只带一个光鸟 拍上去 就是这个动物 肯定是 确实是动物 六支 这是卓永生 用专业摄像机捕捉到的影像 图像中 六个黑影 正在天池水面上 快速的游动 令人感到回忆所思的是 他们的动作 不仅整齐画一 而且非常有规律 时而六支排成一排 时而两两并成一组 游动过程中 背后还拖着一条长长的 喇叭形状的滑水线 看的时候 他们在里头正常动作很整齐画一 说前水一直都抖起来 说上来都上来 拍到了这样的画面 让卓永生感到十分诧异 水中的生物究竟是什么 卓永生急忙调整焦距 可令人遗憾的是 卓永生当时并没有携带远距离的长焦镜头 因此无法拍到更大更清晰的画面 这几个身影在天池里游动了近八分钟后 消失在了湖泊深处 事后卓永生对这种生物的大小 有过自己的计算 他说当时自己所在的位置 距离湖面大约有两千米 据此推断 这六只不明生物的体长 应该在一米左右 属于一种中等体型的水生动物 为了彻底搞清这种不明生物的来龙去脉 几年来 卓永生每隔几天就会到这里拍摄 但出乎意料的是 那种曾经在镜头中显露身影的神秘物种 竟然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仔细分析了卓永生拍摄的资料后 关喜坤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他告诉我们 由于生态良好 环境优越 长白山一直是黑熊 东北虎等五百多种野生动物的乐土 这些珍惜野生动物 绝大部分都擅长游泳 关喜坤怀疑 卓永生和郑长春拍摄到的 很可能是一种到湖泊中 细水捕食的哺乳动物 从体型和毛发推断 这种动物也许是当地的黑熊 然而长白山风景区管委会的丁智慧主任告诉我们 画面中的动物使黑熊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天子水温里水的温度特别低 大约是平均长天温度五点二度 所以这样的话这么低的水温 黑熊进了以后 它不会游到湖心去 或者在天子水跟下 就是随时边上 玩一会儿水可能也就出来了 丁主任告诉我们 黑熊一般只会出现在湖泊边缘 不可能成群结队地前往湖泊中心 因此卓永生拍到的不明生物 不可能是黑熊 那么这些黑影究竟会是什么呢 丁主任带领我们来到了长白山自然博物馆 在比对了所有常见的动物标本后 专家认为 那些所谓的不明生物 很可能是这种叫做水塔的生物 水塔是一种半水期动物 也是长白山上唯一一种 无水不欢的哺乳类动物 它擅长游泳 动作敏捷 捕鱼是水塔最大的爱好 水塔的头部是扁方形 体毛短而密 背部棕黑色 腹部毛色灰白 这些课点与目击者正常春的描述完全一致 而水塔喜欢边游泳边翻滚细刷的情景 与卓永生在天池中拍到不明生物的动态 也完全吻合 既然天池中发现的不明生物很可能就是水塔 那么为什么数十年来这里会流传着所谓天池怪兽的传闻呢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何顺平教授认为 这是因为天池山顶距离湖面过远 目击者无法看清水塔的全貌 再加上传说造成的心理暗示 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层出不穷的关于天池怪兽的传闻 专家告诉我们说 世界上关于水怪的传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国际上通常把咱们说的水怪称为不明浅水物 英文的缩写是USO 它和不明飞行物USO一样 至今是许多人无法破解的谜题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一旦哪里有发现不明浅水物的传闻 往往会引来许多科学家关注的目光 通过调查 科学家已经基本证明所谓的天池怪兽 很可能是在湖面上捕食的水塔 并不是所谓的不明浅水物 但是这个高山湖泊仍然吸引着许多科学家的关注 因为天池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 而且它位置非常特殊 位于海拔2100多米的山顶 经过计算天池的淡水储量达到了20亿立方米 这是什么概念 是杭州西湖水量的近200倍 这么多的水从哪来的呢 又是为什么会在山顶汇成湖呢 天池如同是一面硕大的明镜 相见在微微群山之中 从形状上看 它近似一个椭圆形 那么天池这个湖泊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一池碧水又是怎样聚集在这高山之巅呢 关喜坤告诉我们 之所以呈现这种形状 是因为天池是一个典型的火山口湖 当然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上看 往前面一看 这是非常圆的一个盆地 实际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火山喷口 专家告诉我们 世界上有上万座火山 都曾经猛烈地喷发过 但是大多数火山口 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湖泊 那么长白山天池20亿立方米的淡水 究竟从何而来呢 在查阅了相关资料之后 关教授发现 天池的行程 与长白山所处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长白山紧邻太平洋 每年夏季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 侵入东北亚大陆后 遇到的第一座高峰就是长白山 这使得大量水汽在长白山变成了降雨和降雪 这里年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400毫米左右 与杭州上海相当 是东北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 同时 长白山地处高纬度地区 这里天气寒冷 水温较低 每年的平均蒸发量 只有450毫米 1400毫米的降水量 450毫米的蒸发量 降水量远远大于蒸发量的特殊地理因素 使得这个古火山口 在漫长的时光中 逐渐积水成湖 形成了这壮丽浩渺的长白山天池 天池底部铺满大量砂石 清澈水中不见植被踪影 过大科考范围 揭开隐藏深处的地理谜团 水下秘影 天池水怪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正当考察罪认为 已经解开了长白山天池的地理奥秘史 一个奇怪的现象 引起了专家的重视和好奇 原来当我们沿着人际罕至的山体 来到湖边时 竟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现象 天池的湖水底部竟然寸草不生 难道是天池的水质出现了恶化 导致这里出现了植物灭绝的现象吗 科考队立体对长白山天池 进行全方位的水质检测 这就是现在的第二季质 这个7.8 这个7.8是指什么呢 指的这个水 我们刚才采这个水样当中 上来酸碾度 所以我们一般的地表水 它的酸碾度在6到9之间 都属于比较正常 我们再测一下溶解氧 水底浪解氧大小是多少 溶解氧的含量是这个数值 8.31这个数 溶解氧的数值还是非常不错 证明这个水底当中 溶解氧的含量非常多 它这个水就完全满足一类水 就是我们一类水的指标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经过一系列现场检测 天池水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 甚至达到了国家地表 一类水的标准 可以直接引用 那么水质优良的湖水中 又为什么会寸草不生呢 难道是湖底的土壤中 存在着什么特殊物件吗 你看全是沙 因为一般植物生长 需要一定的土壤 就咱说土化树的泥 全是沙 通过现场调查 专家发现 长白山天池的湖泊底部 几乎全是细碎的沙石 这些沙石 是周围山峰中的火山岩 风化而来 颗粒粗糙 因此水生植物的生长 受到了很大限制 然而 关系坤经过考察后认为 大量的沙石 尽管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 却并不能使植物彻底消失 长白山天池 水中寸草不生 一定还有更加难解的自然原因 于是 关系坤带领科考队 扩大范围 继续展开考察 这还不够小 我都做了 我都已经做了下了 当科考队考察到天池北岸的山坡时 一种奇特的景象 吸引了专家的目光 这里地势平坦 十几个大小不一 五彩斑斓的泉影 正在鼓鼓地冒着清泉 走进泉影 蒸腾的热气 加达了一股刺鼻的气味 忽面而来 关系坤判断 这里很可能是一个 因为火山噴发而形成的温泉群 为了测试地下水的温度 专家将温度计放置在了泉水中 温泉的水温 竟然接近80摄氏度 如此高的水温 让专家也感到惊讶 关系坤告诉我们 温泉是广泛存在于 火山活跃地区的自然资源 但是大多数温泉的温度 都在40至70摄氏度之间 这里能够发现 水温接近80摄氏度的高温温泉 的确十分罕见 因为长白山的这个 活的火山口 虽然现在处于正面期 正面期它的火山口比较深 下面它还是有一定的温度 虽然是这个 专家研究后发现 这里的温泉由于受到 休眠火山下部沿江的影响 在涌出热水的同时 还释放出了一种 具有刺鼻气味的气体 硫化氢 少部分硫化氢气体 释放到空气中 而其余部分 却溶解在泉水里 流入了长白山天池 大量温泉群的发现 让地质专家关喜坤十分兴奋 他告诉我们 这很可能是天池水中 缺少水生植物的 又以根本原因 这个温泉群 它应该是天池 这个火山火山 是四分海上的 四分级的小的构造烈积 也就是说 当时的构造烈积 把这个天池的火山热量 和能量都聚集起来了 这个小的烈积构造 是不恶存在的 关喜坤最后告诉我们 温泉中的少量流化物 虽然影响了天池植被的生存 但泉水中 同时也含有许多 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 如今 天池平静的湖面上 依然五色斑斓 波光蓝影 仿佛人间仙境一般 在长白山 这个天然形成的生态圈中 水资源得到了最好的保护 它就如同血脉一样 融入到祖国东北端的 这片黑土地中 不仅是长白山 成为世界上同纬度 原始生态保持最完好 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 更是天池 成为了人类不可多得的 天然水源 当地人啊 有一首歌唱天池的歌 歌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说天池之水 天上来 玉静悬在彩云间 山色空蒙 水炼焰 就把天池做摇台 而科学家告诉我们 长白山这座举世文明的火山 拥有的科学价值 其实远远不止这些 科学家们现在正在探索 火山喷发究竟带来了 哪些地球深处的稀有矿物 长白山周围 在富含养料的火山灰上 生长的原始森林 又该如何保护 还有这一池充满玄机 碧蓝色的湖水 究竟该怎样利用 长白山像一座科学的迷宫 等待着人们去探求和发掘 好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 我是盛春 优优独播剧场——YoYoady 体猎 研究你